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家里也是有从事这方面 我想说我在这边学习 以大面积的管理啊以后 回家也可以自己运用这样 我叫道靖 姓林 所以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人 我一开始来学农 其实我已经跟他们讲好原因了 其实他们也是希望我就是从商嘛 做股票还是一些之类的 但是我就是希望可以做农业 因为我觉得世界上fit level 就是我们要为保全世界 我们的那个目标 香蕉这个套袋呢 让它每一层香蕉中间有一个隔层 那它在搬运的过程中 可以很显著的降低 它的叉压伤的发生 那最后我们外面再套上一层纸袋啊 那它这个最主要的目的是 是为了要防止虫害跟病害的感染 每天都蛮开心的 因为我的香蕉 就每天都看得到它 健健康康的长大 稍微的挫折是 也是那一次的雨灾啊 它虽然台风没有进来 但是你看它的叶子都被这样削的 这样一条一条 那时候看得起来蛮心痛的 但是它后来新长出来的叶子 就还蛮不错的 都看起来很干净很漂亮 在它们迟到的时候 哇 你中的香蕉怎么这么大 它就 哇靠 儿子你 不错哦 哇 每天看到它一点一滴慢慢长大 然后自己付出的收获 有得到回报这样 很有成就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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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